先请合掌 南某本师释迦莫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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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南昭玉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 这个课本是 五十五页 言辅众生业感品 这个业感品 那么主要在说 在我们这个世界 那么大家都是一页受报 众生基本上是一页轮回 这个医院 其实就是 我们 身口意 那么的 造作 行为 所影响的 那他会形成一种 潜 潜在的力量 这种潜在的力量 他会看 第一个 他会透过你 所以说你现在 地级产生影响 或是累积到未来 产生影响 那这个就是叫做业力 那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业 所以有不同的情况 那 这一品 主要在说这个 那前面会宣说到 啊 这个 这个 地藏菩萨 啊 那么 因为 他的母亲 那 的姻缘 啊 那么 他发心 要度化众生这个 好 那我们来看 先来看这个经文 他说 这个时候 地藏菩萨 那 这个跟佛说 世尊 我成佛如来 微神利固 那么 骗 百千万亿世界 分世身形 就把一切业报众生 那我们在看到这个 神佛如来 微神利 我们要知道 他并不是佛 的神通 力量 加持给他 并不是这样 而是 啊 这个成佛 微神利 啊 那基本上是受到 如来的 教化 而 修行 拥有如是的功能 那么他就说 是成佛如来 成佛如来 微神利 我们可以看到 三十四页 啊 我们先翻到三十四页 三十三页 先翻到三十三页 那么 这里也是 啊 你看 他 三十三页 啊 三十二页倒数 第一行 以如来神利 那么 各一方面 与诸得 解脱 从业到 出 啊 一样 啊 这个 这里的意思跟那里的意思是一样也是以如来神利 那么他说 另外他说这些同来 同队 也是因地藏菩萨教化 同样因为地藏菩萨教化 那教化基本上就是讲到后面 好 讲到我们看 这个 七十 七十八页 先看一下 他怎么教化呢 一样 他说 若育杀生者说 肃秧短面报 若育窃盗者说 贫穷苦楚报 啊 一直 然后看到 这个八十页里面 那么一样 都是在讲 那么告诉你英国业报的事 然后一直讲到 八十三页 那么 这个 讲到 啊 深口一夜 是有这样的行为 就有这样的果报 报应 如是等 严福众生 夜感差别 地藏菩萨百千 方便的教化之 好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所谓的他 啊 我们再翻回到来 三十三页 好来看 所以他就是 各以 就是 告诉他 那么教化 就是这些 分身地藏菩萨 其实就是以地藏菩萨为代表 后面为父主 父主地藏菩萨 其实这里是父主所谓分身地藏 其实就是地藏 那么 应受地藏教化的人 所以接应地藏菩萨教化 永不退转 永不退转于阿妞 阿妞 阿妞 就好像说 那你们因为听 如原法师讲经 受到如原法师的教导 教化 那么知道要 无戒 实散 知道要 无常 无我 那么也不退转 阿妞 那么你们可以说是 如原法师的分身 类似像这样 那如原法师 比如说刚才 他叮咛 富足 等一下后面也是 他叮咛 这些 这些 修地藏法 同行同愿的人 叮咛他 富足他 要持续用功 要怎么样修行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等一下就讲这些东西 那么所以他说 这样的话我们再翻到三十四页来 他说都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 生世愿故各莫果正 好那我们再翻回来 翻回来到这个三十六页这边 好那 我们看了这个再来读这个我们就比较清楚 所以他这里一样 我成佛如来 微神利故 所以这个微神利我们不要 不要把他想象成佛力加倍 我因为念佛佛力就加倍 不是 是因为念佛 然后 我知道要学佛 那么 我跟佛学习 那么佛教导我怎么修行可以得解脱 怎么修行可以不剁三二道 怎么修行 那么 可以去利益众生 说这个 那这个其实当你得到的时候 当你因为修行 而得到修行功德的时候 从果说音 说是得 当你得到的时候 从果说音 说你得到如来的 威神加倍 那如果从音说果 你还没得到的时候 因为你 因为你将因这个得到 依音说果 你也是得到 如来的加倍 所以前面也是 这些人都是因为 如来的教导 或是地藏菩萨的教导 那依地藏菩萨的大悲愿力 所以他这里讲 骗 一样 我成佛 威神利库 骗百千万亿 分世生行 那前面就说过 这些分身地藏菩萨 他到哪里 他的法到哪里 有人接受了 那么 他就是 那么 他的分身 其实就是 分化 比如说观音菩萨 千百亿化生 也是一样 而是 你接受了观音法门 修学了观音法门 像观音菩萨一样 千处祈求千处 那么你就是观音菩萨的分身 那都是讲这样的 所以 他讲 分世生行 就拔一切 业报众生 那么 这个 就拔一切业报众生 就是 一业受报的众生 那这里 偏重在讲三恶道 但不是讲三恶道 一切众生 后面会讲到 那么 就是 三恶道的众生 就好像 生重病的人 要先治疗 但 没有生病的人 未来并不一定不会 未来不是 一定不会生病 他还是会生病 所以 就拔的都是 一切六道众生 他说若非如来 大慈利固 刚才讲 这个是 地章菩萨的 大 大事愿 大慈悲 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 这三 三十几页这边 二十三页 三十几页这里 都是地章菩萨 的这个 这个 慈悲的力量 那 所以 才 教化 他才有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 现在这样的一个 苏圣 那这里也是一样 若非如来 大慈利固 那么 既不能做 如是变化 如果不是如来的教化 那我们不知道要怎么修行 如果不是如来为我们说法 那我们基本上不知道什么是佛法 那怎么修行 要怎么样得到利益 要怎么样 解脱 要怎么样修行 其实不知道的 那一样 那就没有那种功德 你不依佛法修行 你就不能得到佛法的功德 不能得到佛法的功德 你就没有这样的 殊胜 所以这个 基本上 从因来讲 是如来的慈悲 那么 你要知道 佛 成佛之后 到处为众生说法 那么像有一些 阿罗汉 以及辟之佛 他是不说法 那么 那 另外 阿罗汉 他有一些 他是随缘说法 那跟佛 净利的 那么 是不一样的 菩萨跟佛 基本上 不是随缘 他是净利 就是 他不是随缘 随缘就是 那你 你愿意听 你就听 你不愿意听 那就算了 那 我有时间 我就讲 我没有时间 我就不讲 佛跟菩萨不是 他是做众生 不寝之有 像维摩杰经讲 他是做众生 不寝之有 即使 即使你没有请我 但是 我觉得 你需要 我就会主动 积极的为你说 那么 做众生不寝之有 在各个经典里面 都有讲 即使无量寿经 也是这样讲 华严经里面 也是这样讲 维摩杰经里面 也是这样讲 那这个是 这个是 表现出 佛菩萨的 慈悲 所以 大圣跟 大圣跟 这个小圣 最大的差别 就在大悲心 所以 大悲心为根本 大悲心表现在 利益众生 特别是 对三恶道的众生 这个 这个地藏菩萨 地藏本愿经 基本上 他也是呈现出 这种精神 所以地藏菩萨 跟其他的菩萨 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 他是 他是 在 在娑婆世界 杜众生的 跟释迦摩尼佛一样 在古著二世 杜众生的 所以 他讲 他说 我君佑门 门佛 富主 那 至阿易多 成佛以来 六道众生 潜令 都透 那如果我们看前面的 门佛 富主 这个就是金刚经说的 如来 善 妇念诸菩萨 善 富主 菩萨 那前面的 前面的 前面的 因为佛的 威神力 所以 他有如是的变化 就是说 因为佛的教化 所以他才会有 今天这样的 殊胜 就好像 你们要因为 如原法师的 这个教化 你们才会有 今天 佛法那么的明白 好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 所谓的善 妇念 金刚经说 如来善 妇念诸菩萨 善 富主 菩萨 那么善 妇念比较是 这个 佛对众生的 寻寻善 佑 尊 尊 教会 那么让他能够在佛法中 得到利益 这个是善 妇念 就不断的 那么希望你们能够得到 佛法的真实利益 那善 妇主 就比较 善 妇念是比较属于 智力的部分 让你能够得到这样的殊胜 所以 他说 若非如来 大慈利固 既不能做如是变化 跟前面讲 地藏菩萨的因缘 是一样的 那么 善 善 父主 就是 那你已经得到这样的殊胜 你已经了解佛法 那么你必须要怎么样 让更多的人了解佛法 像刚才 如愿法师也讲 你们得到了这样的理解佛法 你要叫更多的人来 让很多人不了解佛法 都能够了解 这个就是善 父主 那在 在大圣经典里面 常常有这一类的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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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们本身来讲 希望你们能够从佛法中 得到真实的义 那要从佛法中得到真实的义 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了解佛法 了解佛法 而且 第一个要听闻佛法 那从佛法里面来讲 叫做事欲流之 第一个要 清净善事 要来这个道场 然后第二个要听闻佛法 第三个要如理思维 第四个 听闻了佛法之后 要依教奉行 基本上就这四个层次而已 那这个就是 我们说要 这个 尊尊的教诲 寻寻的善用 希望 所有 清净佛法的人 都能够从佛法中 得到真实利益 真实的利益 不是暂时 不是表面 是真实的利益 那真实的利益是什么利益 就是能够得解脱 不再业道 不再受业报而轮回 或者至少 不再剁三二道 这个是佛法中 得到的真实利益 那这里其实就是 一般说的善父主 善父念诸菩萨 那么 用门佛护主 好 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看 门佛护主在 我们看39月 那这里39月前面 他附主的是分身地藏 那其实就是地藏 这地藏跟地藏法门 同一类都是地藏 你看 你看他这里有39月 第一行 那么 看38月倒数第三行 奴当意念 你说 他说 因为众生 从前面开始看 他说 前面如果有受苦的众生 你要想起 我在道立天宫 殷勤附主 很肯切 很实在的 叮咛 再三叮咛 那么 就是 再三奔赴 反复叮咛 叮咛什么 叮咛 这个说佛世界 从弥勒出世以来 这些受苦的众生 都能够怎么样 解脱不再受苦 而且能够蒙佛受弃 那你看 这个时候 分身地藏菩萨 共赴一血 你看 他叮咛 在前面 这个分身即位品里面 他叮咛的 就是这些分身地藏 然后在这个 夜感品里面 基本上 就是地藏菩萨出来说了 就是 受到佛的叮咛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说 教诲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 那么 这个 分身地藏菩萨 那么都跟佛说 因为门佛的接引 就是门佛的教化 然后我现在才有这样的力量 不可施以神力 一样 这里说 这里的说法就是 若非如来大持利库 自己不能做如是变化 巨大智慧 好 那前面 他就有 你要意念 我在道立天空 殷勤副主 在这里是副主 副主什么 这些分身地藏 好 那 都是因为 你看 这个讲的是一样的道理 你把它 你把它对照看 你就会知道 好 那么 现在 我 这个我是地藏菩萨 其所谓分身 其实就是指 修地藏法门的人 都一样 那么 那么前面是指这些 前面是 释迦佛 副主 副主 这个分身地藏 那包括地藏菩萨 分身 以及分身地藏 那么这里 地藏菩萨站出来 代表 我今用门佛副主 所以这个是 善妇念诸菩萨 善妇主诸菩萨 那善妇念就是 这些来学习的人 你们要好好学习 要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善妇主就是 当你们得到利益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 还有人没有得到佛法的利益 你们当时没有得到佛法的利益 也是 也是 要有这样的精神 就是说地藏菩萨当初 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 你们哪里能够得到利益 现在你们得到利益了 要报佛恩 也要像我当时 护念你们一样 你们要去护念那一些 还没有得到利益 还在受苦的众生 这个就是以灯 以灯蓝灯 灯灯相续 这样 正法才能久住 法轮才能长转 讲的是这个 那这个是完全符合 菩萨道的精神 所以 上妇念诸菩萨 上妇主诸菩萨 讲的是这个 所以我今又门佛 父主 就是前面这一些 他父主分身 地藏菩萨 他前面 前面有说 说到 然后 好 我们再翻回来 看到这个文章 就是这个经文 就是56月这里 好 所以 我今又门佛 父主 自阿异多 成佛以来 六道众生 潜力 渡透 那这个是 利益他的部分 就是 自利的部分 是善妇念 利他的部分 是善妇主 应免 那其实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在 释迦佛的身上 也看得出来 释迦佛第一年 第一年解脱之后 第一年 他就渡吴比丘 吴比丘渡完 吴比丘渡完 渡耶稣55个人 60个人 然后渡完渡梭匹爷 加瞻眼 布罗纳 总共63个 63个渡完之后 他就告诉他们 你 因为这个就是 叫告诉他们 就是善妇主 你们一个人 走一条路 去渡众神 不要两个人 走一条路 一个人走一条路 去到63个地方 两个人走一条路 去到30几个地方而已 所以 告诉他们 不要两个人走 不要结伴 因为你们 已经都是阿异汉 你们已经得到 佛的教化 而得到 殊胜的功德 现在 你们必须 把佛法的 苏圣 从你们的身上 再传播出去 这个就是 分神教化 善妇念 善妇主 所以 这63个人 那么一个人 走一条路 去渡众神 那释迦佛自己呢 释迦佛自己 去杜善家舍 你看 也是一样 这个就是大圣的精神 普其心 所以大圣 其实 你说 你说 阿含经里面 有没有大圣的思想 有 肯定有 从佛陀的一生里面来看 还不用从本身 本身一定有 本身谈就是他过去生 从他的这一生里面来看 从他刚开始发现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解脱 他看到 四千有老病死 不是他有老病死而已 四千人都有老病死 他希望找出一条路 为众生找出一条路 可以解决老病死 那么他用了很多的时间 解决了老病死之后 放弃了他的荣华物贵 解决了老病死之后 他 不断的要去利益众生 从他成佛之后 就在想要去度谁 然后到他入涅槃之前 度须巴托罗 都没有放弃度众生 那么他一开始 度了六十三个阿含 告诉他们一个人走一条路 去利益众生 那弗罗纳 去到他的家乡 苏鲁纳格 那边是没有佛法的 这个迦章言 听佛的话 去他的故乡阿盘底 那边也是没有佛法的 那这个马圣比丘 去到遇到那个舍利佛 那么把舍利佛 那么带去皈依佛陀 跟着佛出家 又度了很多人 你看这个就是这样 那么佛法就是这样 辗转相续的 那每一个人都要有 都要有这种精神 这个就是大圣的精神 是所有菩萨道的精神 所以普提心 就是要成佛的心 为什么要成佛 因为成佛才能够 利益无量的众生 你还没成佛以前 你的能力有限 你没有办法利益 所有的众生 那么 所以你为了 为了要利益众生 你要成佛 如果只是要解脱 你正在阿罗汉就可以了 你如果你只是要离苦 要解脱 你正在阿罗汉就可以了 但是为了要利益众生 你必须要成佛 所以 菩萨道的核心是菩提心 那菩提心的根本是大悲心 那你成佛是为了要度众生 度众生必须要有大悲心 大悲心就是没有 减则一切众生的心 这个众生不管是好 不管是不好 不管是聪明 不管是愚变 愚痴 不管是恶劣 不管是善良 你都要利益他 那么 你在你的眼中 众生只有可怜不可怜 没有可恶不可恶的 因为他可恶是因为他愚痴 他不知道这样会受业报 实际上他是可怜的众生 所以在佛的眼中里面只有可怜悯 只有可怜不可怜 可度不可度 这个分别而已 那么有缘无缘而已 没有缘的呢 种下得度的姻缘 没有缘的要种下未来得度的姻缘 有缘的呢 要为他说法 让他种善根 没有善根的让他种善根 可是没有缘就不能讲 就要靠谁 靠有缘的去讲 像成东老母 佛也度不了 靠谁 靠阿难 他度阿难再加阿难去度什么 度成东老母 一样 那所以这一些 其实都是菩萨道的精神在里面 那地藏经里面要说的 除了讲因果业报之外 那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菩萨道的精神 在五卓二世 行菩萨道的这种精神 有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佛教 已经没有这种精神 大家都是怎么样 那么现在不要管那么多了 好好念佛往生就好了 这种其实不利于菩萨 不利于这个佛法的弘样 也不要读那么多了 读那么多都没有用了 那好好 好好好 在家念佛求往生就好了 死了等阿弥陀佛来接就好了 要行菩萨道等我从极乐世界回来 再来行菩萨道 地藏菩萨的精神不是这样 你就在这个世间行菩萨道 你就这现在此时此地此人 就是你 就是现在 就是这个地方 你要不断的发扬这种精神 去行菩萨道 这个才是真正你读地藏经 要读到的什么 精髓 那你不是 你读地藏经就是读到 那么地藏菩萨 专门超度三二道的 所以我不怕多三二道 因为我有地藏菩萨可以靠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观念是错误的 但现在读地藏经的人都是这样 什么时候读 那么家里有人往生的时候才读 自己生病的时候读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 我们要了解 所有的菩萨道 他都是三心行六度 菩萨道的精神都是三心行六度 那这个一定要 这个一定要清楚 要不然你读地藏经 读药师经 读普门品都一样 都是什么 都是希望菩萨来救我 不是 读大圣经典 一个你一定要发菩提心 要行菩萨道 如果你读了这些大圣经典 你发不起菩提心 你不知道怎么行菩萨道 那就表示 你没有读到这个经典 那这个是你一定要知道 不管你读 你读的是药师经 读的是普门品 读的是地藏经 读的是普闲行愿品 那么这些菩萨的代表 基本上都是这样 三心行六度 菩提心 大悲心 跟无所得心 就是信空会 这个一这个三心行六度 行这个六度 不失识界 忍入精进禅定智慧 那讲多的就是六度四色 不失爱与力行同事 那这个金刚经就讲得很清楚 一样你看 要先发菩提心 那地藏经还是叫你发菩提心 可是他叫你发菩提心 有一个方法 因为我们 我们 我们最 我们菩提心就是大悲心 先发大悲心 那大悲心要怎么发 这里有一个方法就是 想象你的母亲都在地狱 地狱是最苦的 好像要急救 你一定用最快的时间 一切的方法 怎么样 把它医好 那地狱是最苦的 你会用一切的方法 把它从地狱拉出来 那你在想象 不是只有你母亲这样而已 你过去生中 很多的母亲都在地狱里面 所以你都要把他们救出来 这个其实是发菩提心的方便 那你看 那无所得心 菩提心就是要成佛的心 成佛是要度众生的心 那要怎么样有大悲心 你要有无所得心 你没有智慧 没有真正的智慧 性空慧 你没有办法 就是无所得 不执着一切 如果你会执着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大悲 没有办法得菩提 你没有 你没有无所得心 你没有办法成佛 你没有大悲心 你会退入二胜 就是你没有办法得无身法 那你会退入二胜 所以他重点 这个你一定要有这三心 那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金刚经说的 那么 这个不注射身相慰处 不注射身相慰处 无所得心 而行不施 为什么要不施 因为要利益众生 为什么要堂长这样利益 因为要成佛 成佛也是要利益众生 可是自利跟利他是循环的 因为自利 因为自己有力量 我可以利他 因为 因为不断的利益别人 又让我自己有力量 其实是这样的 就好像你为了要跟别人说佛法 你要去研究佛法 那为了不断 不断的跟别人研究佛法 你要不断的研究佛法 那因为你不断的研究佛法 你自己知道佛法 那你知道佛法 你又可以不为别人讲 为别人讲的过程中 你又更清楚 就像 罗霍罗一样 罗霍罗 自己 弄不清楚佛头叫他去为别人讲 讲了之后他就更清楚了 然后之后他就弄懂了 就通了 就正无我了 也一样这个道理 所以自利跟利他 菩萨道 基本上因为你不断在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只有有两个部位 一个你要有智慧引导 你没有智慧你怎么引导他 第二个 你要有力量 你没有力量你怎么引导他 所以 福慧 在菩萨道里面是 很重要的 你要有福报 你自己都病得要死 告诉人家怎么样获得健康 人家谁相信 对不对 所以你自己都很迷迟 你告诉别人 你跟我学决定会有智慧 谁要跟你学 你自己的事情都处理不好 你 你很热心的 说你可以解决一切的事情 那是不可能 所以因为自利而能利他 因为利他又能自利 这个是菩萨道里面很重要的概念 那这个其实在地藏经里面 也充分表达出这种精神 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 其实读地藏经都没有读到这种精神 没有在娑婆世界 其实你要看很多的大圣经典 其实都是 在娑婆世界行菩萨道 禁止像无量寿经叫你往生俊主 他都跟你讲 你在娑婆世界振兴 振兴 这个沉溺 一日一夜八幻灾界 盛在极乐世界 修行拜 那维摩学经也这样讲 很多大圣经典其实都是这样讲 我们在我们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说 那么 这个 我今又门佛 付主 就是我们说 善悟念是 来学的人 你要怎么样得利 就是 教授你怎么样 让你怎么弃入佛道 怎么样行菩萨道 这个是善悟念 就是他很在意 悟念你就是在意你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从 从我的教导里面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就好像医生会告诉你 你来看病 那我要怎么样让你病好 这个是善悟念 悟念你 好像你的母 你的父母悟念你一样 那么这个是 很在意你有没有在 这一次的学习中获得利益 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善悟主 就是当你得到利益的时候 当你已经从佛法中得到利益的时候 会告诉你 你要再把他 把这种利益 让别人 让其他 还没有得到利益的人 也能得到利益 也要你发 谱提心 也要你发大悲心 也要 也要你的无所得心 让别人也得到无所得心 就是佛法真正的智慧 佛法真正的智慧 就是无所得 从菩萨道来讲 叫做性空慧 知一切法 知一切法 就是一切现象 无常 苦 空 无我的智慧 因为 从佛法里面说 一切众生之所以一夜轮回 最核心的根本是什么 没有性空慧 最核心的根本就是没有性空慧 就是没有无我的智慧 讲一下 我们生死的根本 我们生死的根本是这样子 比如说 无明 行 是 明色 六路 处 受 爱 取 有 生 老死 悠悲苦恼 那 纯大苦运聚集 这个是阿安金典型的说法 或是纯大苦聚集 那么 如果 如果伊云顺导师说的 这个就是生死流转的根本 生死的根本 流转的根本 那为什么 你要有这个性空慧 那么 那这个是生死的根本 那 这里 这里 叫做促进细心 促进细心 促进细心 叫做促悟流转 那他这里基本上是告诉你 就是说 你 你之所以生死在这里 生死在这里 是因为 你有业 你有累积要生死的业 在这里 三有 玉有色有 无色有 玉界色界 无色界的 你有玉界的 色界的业 无色界的业 你就会生 玉界色界 无色界 那么玉界里面 现在重点是玉界 玉界里面有三二道 有三三道 有二道 有三二道的业 后面 叶港瓶都讲这个 有三二道的业 有三 这里只讲五道而已 有二道的业 有三道的业 地藏经里面讲五道 那么有三道的业 那这个是由于来自于你 你有取 直取 那这个直取 直取主要是来自于你的 我见 我与取 取就是直取不舍 就是你一直在这种状态下 我与取 欲取 对五欲的 直取 然后 因为你不了解 你不了解怎么修行 怎么得解脱 所以 你用错误的方法 你有借进取 借取 就是你的观念是错误的 你的方法是错误的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受苦 你不知道你的根 你的苦的根本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等下我们再来讲 你 你不知道你的苦是我见我爱 这个其实就是我见我爱 我见我爱 你不知道你的根本是我见我爱 所以你一直在 你一直在五欲里面直取 一直在自身上直取 那你又不了解 你又不了解 怎么修行得解脱 这个借进取就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 你不晓得怎么样离苦 你不晓得你为什么会受苦 也不晓得怎么样离苦 你有错误的观念 你认为 比如说 你认为 我只要念地藏经 我就可以消灾美难 不是 念地藏经能够消灾美难 这个是从因说果 你念了地藏经之后 你知道这本经在讲什么 那怎么修行 我们之前讲过 一本经它一定分三个部分 道理道路道德 这本经在告诉你什么样的理论 宗旨 比如说 地藏经是属于菩萨道 菩萨道一定不离开三行行六度 一定不离开六度波罗明 不离开 那么行 行菩萨道这个是行 他一定有两个一个叫做行一个叫做愿 行愿 行 行 就是 你的修行 就是你不变的心 坚固不变的心 所以菩萨道都有发愿 没有那个没发愿的菩萨没有 没有那个不修行的菩萨没有 只有不修行 没有不修行的菩萨 那么你要了解到这个道理 你才知道 地藏经告诉我怎么样得到利益 那你没有你只是把地藏经读过一遍你就要得到利益 那个不是这样 任何的经都是这样 不管你读普门品 读地藏经读药师经 读任何的大圣菩萨道经典都是讲这个道理 他有一定的宗旨跟理论如果解脱道那就告诉你怎么断烦恼 如果是菩萨道他告诉你自己断烦恼要怎么样 利益众生也让众生可以得到这个利益 就是 解脱道仲在自利 菩萨道仲在自利利他 先自利然后利他金刚经也是这样 先 先有菩萨道 或有方便道 那没有菩萨道就没有方便道 但是你的方便道必须在你行菩萨道的时候你就要去逐 就是你就是在累积 然后你就有那个怨 不然你会觉得事件太苦 众生大难度 你就会退路二乘 基本上会这样 那这个都是一样 那我们来看 所以你不了解 你不了解 为什么会受苦 苦因在哪里 什么是苦果 你不晓得你不晓得这个叫做苦果 苦果必然从苦因 有因有缘事件 所以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这个不是解脱的因 你却认为这个是解脱的因 这个不是修行的次第 你却认为这个是修行的次第 比如说你念一个咒 你就要消灾免 你写一张超度牌位 你就要全家 全家都能够得解脱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来讲这个 后面也讲到地藏菩萨 他念这个佛之后 然后他 母亲就从地狱出来了 那么这个其实都是 都是从 从因说果 或是从果说因 他不是直接这样 就好像 经典的一段讲 你读了这个经之后 你就会有什么什么什么功德 这些都是透过修行之后才有的 不是你念经就有 也不是你念佛就有 所以 借静曲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 就是这样的状态并不是解脱 你却认为是解脱 这样的 这样的方法并不是菩萨道 你却认为是在行菩萨道 非果即果 那么静曲就是你的观念有错误 你有就是我们讲的静祸 你的观念有错误 这样的观念不是佛法 非法说法 非律说律 非法说法 法说非法 法说非法 比如说 这个 有一个婆罗门 有一个外道 婆罗门的外道 那么他的师父往生了 然后他 抬着他的师父的尸体 然后跟大家讲 只要有人见到我师父的尸体 他就可以得清净 得解脱 那佛陀说真正的解脱不来自于这里 而是解脱是来自于 不是见到一个殊胜的人 就好像我们现在也会这样 我们见到这个 我们 比如说我们身上挂一个什么佛牌 然后见到这尊佛 见到什么样的佛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解脱 不是这样的 解脱是要解脱烦恼的束缚 解脱烦恼的束缚 必须断烦恼 断烦恼要知道烦恼从哪里起 怎么断 这个才能得解脱 解脱一定来自于智慧 不是来自于眼睛见到 耳朵听到 举个例来讲 这个就是什么 非法说法 那么 这个不是真正的解脱法 那比如说 这个有一个佛罗门 佛罗门很重是白 穿白衣 驾白车 白马 穿白马 那戴白手套 然后他说 因为白代表高贵跟情景 这个是真正高贵的朋友们 大家都承认他 我说真正的高贵 不是因为他穿白色的衣服 他坐的是白车 他全身都是白 不是 真正的高贵 是来自于他的德行 他没有恶业 没有黑业 只有白业 那这个才是高贵 那这个观念要知道 那我们现在也是这样 就是说 你在佛法上的一些观念 你如果没有弄清楚 你就会把错误当成真正的 就是我只要看了这个 我只要听了这个 我只要闻到这个 我只要摸到这个 就好像 以前那个日本的奥姆真理教 台湾也有 就是说这个奥姆真理教 那个麻原彰皇的 吃过的东西 那么要卖多少钱 为什么 他的口水有加持力 现在很多也是这样 是不是 那么你只要把拿到这个人的衣服 拿到这个人的什么 比如说 以前我去泰国也一样 那么他们只要拿到那个高深的相片 或是高深做的那个佛牌 或是高深摸过的东西 那个都很贵 为什么 他有加持力 然后他就可以避免你在车祸的时候不会受伤 那么这个 你在这一生里面 遇水 遇水遇火遇地震都不会发生伤害 不是这样子 那这个其实这种观念在 宗教界很常见 那有圣水有什么 什么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那佛法真正告诉你的 大家都是医院 你不能够因为 你 你有一个佛像 那么这个佛像就让你 都消灾免难 不是 因为 我们是医院轮回的 医院 大家各自都医院 如果可以这样做 你知道 品婆梭罗网要死的时候是很凄惨的 品婆梭罗网那么护持佛 可是他被阿哲斯王关起来的时候 二到快死 还不死 那脚筋又被砍断还不能站起来看见佛 那么佛 佛也 无能为力帮助他 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正出国了 所以他也不会怪 他知道这个是业的 所以他只能心里面意念着佛 你看 那么如果可以 那我们还不跟他写个 写个消灾牌会 传他一个什么奏 带给他一尊什么佛像 那让他不是可以消灾吗 不行没有办法 佛的两大护法 下场都不好 品婆梭罗网就是要临死之前 但是 其实真正来讲他下场 因为两个人后来都升天 那品婆梭罗网 波斯尼网 波斯尼网也是被他的儿子 换位然后出逃到 加皮罗维国 死在加皮罗维国 二死在加皮罗维国 那品婆梭罗网被他的国王 波斯尼网是被他流离王 被他流离太子 创位然后 没有办法逃到加皮罗维国 死在加皮罗维国 二死在加皮罗维国 然后这个 这个 品婆梭罗网是被他的儿子阿哲斯王关起来 然后不给他吃 饿死在那个监狱里面 佛陀还派 他的弟子木剑人 用神通飞进去看他 还告诉他佛法 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从佛法中得到利益 他不会迷惑 他也不会说 我这么负责你 这个时候你怎么不把我送救出去 他不会这样想 他知道 所以我们 在我们学习佛法并不是从此之后可以消灾没难 不是 灾难是一种果报 不是你学习佛法之后你就可以消灾没难 不是 但是你要知道灾难从哪里来 我们要知道业报理论是这样 就等下来讲 他是这样 罪苦 因罪受苦 跟因福受热 他是一种果报 比如说天人 跟三恶道的罪苦 三恶道的罪苦 善道的 善道的福乐 跟恶道的罪苦 他是一种果报 他是一种果报 果从因来 果从因来 你要灭这个果 你必须灭这个因 这个叫苦疾灭道 这个苦 这个是疾 疾是什么 疾是业 就在这里 那么这个是业 因爱而有的业 那么业之后 事会原明社 明社会原事 那么这个就是五蕴生 如果从人来讲 他就是五蕴生 色 受想 行事 他这个就是五蕴生 我们现在的这个事 叫做有取事 有取事就是 已经具有这样的事 所以你才会轮回 如果你没有了 那你就解脱了 你就不受后友了 即使是三果 即使恶果出果都还是有取 但是他们有借进取 但是他有我与取跟什么 预取 出果还有预取 所以他会来预见 三果就没有了 三果有 色戒无色戒的 所以他还没有完全断 他断分别我剑 但是他还没有断巨生我剑 所以 基本上他还会再来受生 那么把他完全断掉了 你就不来了 无神了 你就无神就不死 那因为没有爱 没有取 没有爱 有爱就有取 有爱就有取 所以修行基本上从这里开始 那么这里叫做 这里叫做 这个生死根本 生死根本 那这个世叫做有取世 或叫做杂兰世 那是因为他有业 所以这个叫做一业轮违 这个行 四元名色 名色的原因是 那这个叫做一业轮违 我们叫做一业轮违 一业有轮违 那你就出生了 出生做人 就该这样 四元名色 那出生做人 下一辈子又怎么样 生死呢 又怎么样生死呢 在这里 六路促寿 因为你造业从哪里造 从六根造 点耳鼻舌生意 对这根香味促吧 那么产生什么 产生种种的情绪心理反应 促后面就是寿想师 那特别在这个寿 苦寿热寿上 苦果 在这个苦乐 苦乐寿上 你起了烦恼贪嗔痴 情绪上 你就砸了 那所以你开始 所以在这个处就 无名相应处跟免相应处 你到底是有没有佛法的观念 你在受苦的时候 知不知道这个是业报 你知不知道 知道业报的时候 你用什么方法 让你未来不受苦 佛法不能让你 佛法不能让你消灾免 那你说那我们学佛做什么 他也不是说应该这样讲 佛法不能免于你 应该业果成所必须要受的灾难 但是 因为 就像佛跟 平博搜罗网说的 你应该要受的业报 我不能免 他请目见脸跟 平博搜罗网说 你现在受的苦是你过去造的业成熟 应该要受的 我不能免 但是因为你学习佛法之后 你未来的苦不会再有 要正出国了吗 他未来不会再受这样的苦 因为他没有在造 没有在造过去的恶业不会成熟 不会成熟就不会受报 没有造的恶业不会再造 没有造的恶业不会再造 过去已经造的恶业没有成熟不会成熟 只要不成熟就不会受报 那没有造那也不会受报 所以未来的苦可以免 那要看个人如果你过去已经造作了很多的业 那么你这些业如果成熟如果成熟那不能免 但是 因为你学佛你的心知道 你在受苦的时候不会加重 因为你埋怨不知你就会加重 更苦 当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受苦的时候那个苦会更苦 你不知道你这个苦什么时候会结束的时候那个更苦 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受苦 你不知道如何可以不苦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不苦 那个就会更苦 可是你已经知道业果的道理 你在受苦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苦 就是你可以 厉害的话你可以伸受心不受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伸受的时候你也不会加重 这样的苦 像平伯说罗一样 他也受很重的苦 但是他内在没有埋怨 而且他也没有无知 所以他不会再因为苦在造业 他不会因为苦在造业 学习佛法最好的地方就是 你如果过去没有造业 你现在不会造你未来不会受苦 你过去有造业 那么 你欢喜受苦 你知道以后不会再受 这个苦有死 一死的而已 你未来长远你都不会再受苦 所以你也欢喜 你也欢喜就像你去做治疗 那么也会痛 可是你知道痛这一下子以后就 长期不会痛 你也可以忍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佛法重点不在消灾免难 不在消除烦恼 不造恶业 那么因为你可以做到这样 所以你未来的苦 一定没有 现在的苦要看你过去有没有造业 如果没有那你也不会有 如果有那受完就没有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你会一直保持什么 一种积极乐观的心 你不怕受苦 你怕的是一直受苦 我们其实不怕受苦 我们都受过很多苦了 但是 我们比较怕的是一直在受苦 其实这样 越来越苦 可是你学果之后你不会一直受苦 也不会越来越苦 因为 你那个苦因没有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要看 你看 这个事 这个事就是我们投胎的事 这个就是五蕴神 那你是带着 带着一夜轮回的 那夜怎么来 一夜就是因为无知 愚痴 不晓得因果的道理 不知道缘起 不知道夜报 不知道世地 不知道 不知道因果夜报 不知道世地 那么最重要的是不止无我 所以信空会基本上就是 根本就是有我见 有我见 就会起我爱 我爱会造业 造业就会怎么样 会感召生死 那你 这个是你的生死 那生死又怎么形成下一次的生死呢 叫做长夜轮回 长夜轮回就是生死死生 那么一直在生死 一直在受苦 是怎么来的呢 从这里 六路处 受苦 那么这个是大家都一样的 凡夫圣者一开始来都一样 都是带这样的 当然是 从哪里起差别 从这个爱 当你有种种的感受的时候 你受苦受热 有些是因为苦 造恶业 有些是因为热造恶业 比如说你升官 那你不知道你要庆祝 你杀很多牛杀很多羊来庆祝 你过生日 你想热的时候 赚很多钱 杀很多牛杀很多羊来庆祝 造恶业 那有些是因为苦造恶业 没得吃没得穿 去抢去偷去骗 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 去伤害人 那么这个 这个苦受热受里面 你造了种种的恶业 他都叫做爱 贪跟撑都在这里面 那么因为这样你只取不舍 如果你有爱的时候 你已经起了烦恼 有爱的时候 你学习佛法 你知道有贪之有贪 有撑之有撑 那么你就开始对支贪对支撑 因为你知道这个是苦因 这个苦因会让你造业 造业就会让你感召生死 那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完全不造业 可是你会控制你的业 不在三二道里面 你不造三二道的业 这里最重要就是你不造三二道的业 你会造业 但是不会造三二道的业 所以 所以就好像我们再怎么饿 我们再怎么饿 我们都不会去吃那个 吃了会让我们中毒 让我们营养 让我们身体更不好 你本来只是要解决饿 结果把生命都丢了 绝对不会这样 所以从这个爱里面 那么你不会取 你有爱 但是你会 你会控制这个 有贪之有贪 有撑之有撑 你就会开始怎么样 喂饭 失为他的过患 那么远离 远离在这里 佛法就是在这里讲 所以 根本讲就是我见我爱 根本讲是这样 那你因为你的 你的生死根本是因为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的生死根本来自于我爱 有时候从我爱说 所以一切苦从玉滩起 一切灾难 我们叫做 消灾免难 一切的苦难从玉滩起 一切的灾 一切的灾难从鱼吃起 鱼吃跟贪爱 其实就是我见我爱 对 对我见我爱的直取 那么才造成不断的生死 长夜轮违 所以叫做无名所乎 爱结所戚 长夜轮违 不知苦之本迹 无名不断 爱结不尽 此因灭于 亦因相续 这个生死生没有了 下一个生死真在献起 讲的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因为你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样离苦 不知道什么是佛法 就好像你读了地藏经 你不晓得地藏经到底是怎么修行 你以为我天天读一件地藏经就叫做修行 不是 他也是 但是他不是真正 他只是让你的心安定而已 让你的心有一个依托 让你安心而已 但是这个安心是表面的 是暂时的 是你在读地藏经的时候才安心 你不赌了 进界来了 你怎么安 你也不能安啊 你还是到底想 到底有没有效 对不对 等待 你都是受完经在等待奇迹 都是这个样子 那佛法不是这样的 佛法是一条明明白白的路 一条清清楚楚的路 你很知道我这样 我送经是为了什么 我要走这条路 我可以到哪里 你不会一面走一面不知道 等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地方 会不会到 是不是这一条路 可不可以 不知道 那我们有时候不知道 读经就会变成这样 读完经 我的功课就是把经 从头到尾 清清楚楚 虔诚专注的读完 接下来就看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的表现 我们都是这样啊 等着感应啊 是不是 这样是错的哦 这样是错的哦 是不是 我的功课做完了 其他的是你的功课 就变成这样了 那我们常常都在等待什么 等待感业 等待灵验 那观音菩萨求不到 求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求不到 求要师佛 要师佛求不来求什么 求阿弥陀佛 这求不到呢 求孔雀明王 这个是错误的 佛法不是这样修的 可是我发现大家都这样修 那这样 这样不是你真正读大圣经典 大圣经典不是这样的意思 可是我们 读了种种的大圣经典 那么都是希望菩萨 感应 不是他告诉你修行德路 你要了解这些道理 那么如果你没有 你是没有办法 你是没有办法离生死 所以他这个叫做促进细心 这个是造业的手战 那么你不知道了 你不知道这个观点在这 你就不断这 那么你就不断的生死 那么根本在这 根本在这 那到这里以前 皇乌圣者 只要来这个世间都一样 但是 但是 当你学习佛法 正出国 菩萨得无身法人之后 这个世不再是杂兰世 不是有取世 那有取世你就可以叫做无取运 如果不是有取世你就只是无运 就只是无运而已 不是无取运 你那个内心没有杂兰 没有贪爱 或是贪爱的层次不高 没有邪见 没有邪见 虽然还有 聚生我子 分别我子就是从这里才分别的 这个世就是分别 在境界上起分别 然后起爱取 就是分别我子 那你不断的分别我子会加生你 与生俱来的聚生我子 从聚生我子又不断的产生分别我子 是这样子 佛法是这样告诉你 这个修行状态是这样 所以你有两个 一个就是 你要不断关 无云无产无我 这个可以减少你的分别我子 第二个你在境界上六路处 沿河平手生意对色真相位处法 产生所谓的 眼是所生处耳是所生处 就是你看到听到你会有种种的感受 那种种的感受会有种种的想法 种种的想法会有种种的决定 那你就去造业 就起烦恼造业 你在这个地方不起烦恼 有两个一个就是 你还是会起烦恼 但是你知道这个是烦恼 你会对峙烦恼 会用烦恼的时间缩短 烦恼的层次减轻 程度减轻 烦恼的 烦恼的程度减轻 烦恼的时间缩短 烦恼的次数减少 你会去对峙你的烦恼 这个叫做胃患 胃就是 你起烦恼了 起贪爱 可是你知道 有贪之有贪 所以佛法第1个层次都是先觉察 觉察你的心是不是烦恼 从这个地方 因为烦恼是苦因 苦因是业 就是你因业 你因为业 你才会受苦 可是越从哪里来 越从烦恼的累积来 烦恼怎么累积呢 就是无名 从我见我爱 所以当你的我见我爱没那么容易断 可是可以先控制 要控制 要控制烦恼之前先要觉察烦恼 知道我内心有烦恼 我要控制我内心的烦恼 境界引发我的烦恼 境界是这样的存在 那么当然是你 同样的境界有的人烦恼有的人不烦恼 可是你会起烦恼 表示你内在是有这个烦恼的根 那么你要控制你的烦恼 我们还没有办法让我们不起烦恼 没办法 但是我们先控制 那么地藏间是先控制不要造作重大的恶业 所以戒就是控制 叫你不杀 我真的很想把你杀了 可是我不能杀 那比如说八观灾界 你平常很喜欢唱歌跳 可是今天我要修清静心 我不能唱歌跳 控制 控制我那个 我那个想要 贪婪五欲的心 因为他要解脱的八观灾是要解脱的 那你不剁三二道 我就是控制 我不要犯杀道隐忘 因为这个会让我剁三二道 所以戒其实就是 你怎么学习控制你自己的心 那变就是你的心要有力量 你发觉到我想控制可是我控制不了 我心里不想这么做 可是我不知不觉我就这么做 控制不了表示你的心没力量 心没力量是 怎么来的 因为你散乱昏沉你就没力量 你的心攀缘太多 所以失去力量 所以要把你心的力量找出来 就是集中 让你心有力量 你有力量你才可以调伏烦 所以定其实是让你的心有力量 定有增上力 让你的心有力量可以调伏烦 你没有力量就好像你没有体力 那个石头 一桶水一公斤你都提不起来 你也知道这个是烦恼 你也知道石头压住你的脚 你要把它搬开搬不开 没有力量 你只能忍痛 那当你有力量 所以你要把体质养好 有力量把这个石头扳开 不再压你的脚 那一样的意思 那么所以定是怎么样 定是让你的心有力量可以调伏烦 会 从根本上断除烦 那先有有肉会 知道知道要有戒有定 然后再有无肉会 无肉会要一定 心有力量 可以斩断 福明根本 这个是佛法消我们的修行方法 那你不知道的话 你就会变成只在表面上 在形式上 诵经 念佛 拜灿 点灯 从这里祈求佛菩萨的慈悲 佛菩萨从来没有不慈悲过 但是 他的慈悲 不是说你求了我给你 你不求我给你不是 佛菩萨在怎么慈悲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直接把他的福报 把他的智慧给你 不可能可以的话 佛陀一定会先给品博索罗网 甚至给他的父母 不用不用告诉他的母亲要怎么修行 要离天上的无欲 不要懒着天上的无欲 他一定会这样 他 品博索罗网跟波斯尼网那么帮忙他 那么扶持他 那么他一定会先给他 没有 但是他告诉他的就是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不受未来的苦 不让已经存在的业成熟 二业成熟 三业要让他成熟 所以告诉你诸二末作 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过去 来做人以前已经造过很多业了 这个业六道都有 你现在开始不造三二道的业 你过去虽然有这个业不会成熟 不成熟就不受报 不受报就不受苦 那已经成熟呢 已经成熟的受报 也没那么苦 因为他不会一直受报 受完就没有了 就好像你有这个轮回的业 那郑三国的人他 他把玉滩断掉 他这一次受完就不会再受了 郑阿罗汉的人 郑阿罗汉的人 有 这个他还没郑阿罗汉以前也有三界的业 那这一生受完不会再来轮回 郑三国的 他不会再来玉界 因为这个玉界的业已经不会成熟 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不剁三二道是因为 我们有知道 不再造三二道的业 所以后面才会有地匠菩萨教他 讲因果的道理 那么若欲杀身者 说 短命多病报 若欲邪引者说 雀割鸳鸳鸣报 讲这个是为什么 让你不照应 并不是你把这个经送完 你就不受苦 不是 你要知道他告诉你 你要怎么样不受苦 所以我们会受苦 会认为都是因为 不知道为什么会受苦 不知道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不知道到什么程度才究竟不受苦 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现在知道了 其实 你就知道怎么修行 那你就是这样一天过一天 别人也是一天过一天 别人地藏经每天读一卷 一卷也很长 那么你你读一卷你知道怎么修行 有些读了一卷不知道怎么修行 不知道怎么发现 不知道怎么修行 那个 只是表面的离 结个圆而已 就好像水 淹到 表皮而已 太阳一晒就没有了 烦恼一来就蒸发掉 根本根都吸不掉 那个善根没办法增长 那我们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你你不断堵的时候 那个水是伸到什么 根底下 不断增长 所以你的那个叶子是翠绿的 菩提叶是绿的 那这表示什么 表示你的心一直 一直是什么 光明的 积极的 热观的 向上向上 向解脱 好 我们先下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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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